老有人說我喜歡瞎折騰 你把年紀不在家後帶著 偏要到處跑給人開車 我老不一直老當我說 讓我換個工作 孩子也覺得我的工作不夠體面 我知道 他這個年紀的孩子 多好面 平時閨女走著過 都沒給我打過招呼 家裡冷豆媽擔心我平常開台快容易吃食 終於全國來防個安全地的工作 今天我們只要睡過點 恰恰恰恰是往裡頭倒了不收錢 家人也擔心我們趕車是會虧貝 還不如老老實實的 現在找我地方去打工 臥甘蔗海 主要是受臥霸影響 臥甘蔗海 臥馬到現在還要怨他 臥甘蔗絲 臥甘蔗絲 臥甘蔗絲坐著舒服 敦輪 還特羨慕我這開車的老頭 70周年的時候 北京調一批司機上會 我還開著通亞諾拉過普京 咱們國產車 一點都不比進口車次 不是穿個西服就能把這兒做得漂亮 客戶要的是漂亮的房子 我是自己當幹 弄了個小裝修公司 基本上都是給房子做著裝修 別看我這一天到晚回頭推點 客戶對我還挺滿意的 我這車能跑工作 不耽誤事 客戶滿意 結帳也換 那我當得高興 但我從來沒覺得開快餐車 是丟臉的事 他吧 比較要面子 也沒法理解我 但他是個懂事的孩子 知道我是為了這個家好 也知道心疼我 這也就夠了 現在這樣挺好 辛苦是辛苦 但是也能多挣些 真是多虧區裡頭扶持 給我配了這個車 開起來方便 設備啥的也很齊全 以後的日子啊 就全指著這車了 這就是一輩子中德州的 能夠吹吹牛的事情 我這個人呢 一直都滿佩服那些醫生護士 雖然我沒辦法跟他們幫忙嘛 但只要平時去 是溫暖的 再加上這車的本身 安全配置啊 都特別全 滿多討伐時間 不是他們在車高上就能夠去的 看到病人一個個安全送到醫院 這就是我覺得 冷脆脆料理的事情了 要想以後生活的更好 就得再幹 總不能一輩子 就別人打工啊 我剛才我媳婦啊 選擇說能夠找個水果店 成本是夠 但是整理還多 反正拿貨賣貨都是要再幹 有時候呢 真理理的嘴巴 看不起了 但是一曉得還媳婦 就覺得 幹啥都知了 大喜安寧真兒 特容易做貨 一半年六月份那次 世紀隊人在現場 不停地回酒 大喜安寧真兒 差點兒就無處的來了 其實現實挺殘酷的 厄門也是人 也懂父母 誰不想好好活著 越造刀打貨賬 貨賬 貨賬 越容易撲救 這貨賬 幾崩都是失去色違 動力約足 到底能快樂嗎 其實 我們也希望做的運輸車能舒服 能快點兒 寬敞點兒 還能多帶點兒涉嫩 幹這個詩 不後悔 也不會搭 我還家需要戰 老別心 更需要戰 這個世界從來都很公平 你奮鬥多少 就會收穫多少 半山腰總是最急的 你得去山頂看看 做自己 奮鬥的路上 並不擁擠 你也不擁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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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不擁擠